110年全国云州民族运动会3月19号起将在宜兰来举行 3月6号是在宜兰大同乡斯园雅口举行的圣火点燃仪式后 由大会圣火队展开12天的全国圣火传递工作 华林县长徐正卫17号亲自前往两县县界的大佐水西桥 从和平国小圣火队手中接下火炬 并且把圣火传递回宜兰县县长林姿庙还有宜兰县圣火队的手中 完成了宜花东花木兰联县首次的圣火交接仪式 110年全国云州民族运动会将在3月19号到22号在宜兰县举行 现在许正卫17号亲自前往两县县界的大佐水西桥 从和平国小圣火队手中接下火炬 现在许正表示很荣幸与宜兰县长林姿庙共同参与110年 全国云州民族运动会圣火传递圣事 将圣火由花莲传递到赛市主场宜兰县 尤其宜花两县县长在县界处 学区一堂更是意义非凡 我们的宜兰县的县长 我们的妙妙姐在这里 我想这是这一次真的很难得有两个县长在县界当中来交接 而在上一次的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是在台中来举行 此次在宜兰离花莲离我们的家乡越来越近 这是我们非常非常的雀跃 也非常的高兴 这一次花莲宪派了624位选手到我们的宜兰县 参加我们的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 参加了17项的比赛 相信我们也会非常的全力以赴 来得到最好的成绩 去年我们上一次获得了26金26银21同 全国锦标第二名 所以我们希望今年的创下历史以来的佳击 因为我要感谢宜兰县林姿庙县党的 这个承办全国的原住民运动会 让花莲的选手能够更加的距离更加的近 而且能够得到更好的成绩 再一次感谢宜兰县政府 此次的承办让花莲宪倍改荣耀 花莲宪本届共计有624位选手参与全民运 参赛项目有田径、柔道、跆拳道、篮球、棒球 慢速磊球、锤球、传统色剑、传统乐舞、传统路跑、传统负重、传统拔河 共计12项 上一届花莲宪获得26金26银21同 以及大会总锦标第二名的佳鸡 现在许生会取习花莲代表队选手们突破自我 为家乡争光再创花莲体育竞技的新高峰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